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同全云甘露般 照顾来子录您的心 今天的经文来到以赛亚苏46章 在这章开始 进入对巴比伦的审判 在第一节 他说比勒屈身 尼泊弯腰 在这里比勒跟尼泊都是巴比伦的偶像 他们被放在深处上被栽 不能保全自己 也不能保护信众 相对以色列的神 却是将他所爱的百姓 如同珍宝般放在手中 从出生到年老 神都看顾 神在这里宣告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 与我同等 可以与我比较呢 没有 因为世上世人所败的偶像 都不是真神 他们是被安置的 他们是不能答应 也不能救人脱离还难 在第九节 神再次郑重的宣告 我是神 并无别神 我是神 再也没有比我的 看到这段经文 就想到台湾百姓 也是这样出钱出力 花钱铸造金像 神像 然后视若神明 如同静文上所说的 又福福又口白 因为不认识 创造万物的独一真神 所以就自己寻找 可寄托 并且膜拜了偶像 称之为神 在第七节说 他们将神像抬起 扛在肩上 安置在定处 他就站立不离本位 人呼求他 他不能答应 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 这样的描述 也很生动地勾勒出 台湾偶像崇拜的光景 当台湾的信徒 抬着神明绕街的时候 偶像是被抬着的 扛在肩上的 人呼求他 但他却不能回答 也不能拯救人脱离 痛苦 罪恶 求神给我们 怜悯 爱灵魂的心 看见台湾还有许多 不认识神的百姓 他们落在偶像崇拜 并且没有盼望的宗教当中 求神给我们 传福音的感动 并且能够被神灵充满 放胆宣讲福音 我们不是觉得 自己已经得着了 神那美好的恩典就够了 但是看见我们的百姓 不认识那位 直到我们年老 法白 仍然爱我们 看顾我们的神 在这段经文当中 对神的爱 的描述 对从小的教会当中 长大的基督徒 也是很美的应许 在第三节说 自从你们生下 就蒙我宝宝 自从出胎 便蒙我怀齿 直到年老 我仍这样 直到你们法白 我仍怀齿 我已造作 也必宝宝 我必怀齿 也必拯救 想到宝宝怀齿 我们可能想到 儿童 甚至婴儿 但这里却是说 直到你们法白 我仍然怀齿 我仍宝宝 有些基督徒 在教会当中成长 但长大以后 他们可能就 离开了基督信仰 觉得神 只是小时候的神 我有个朋友 他是牧师的孩子 以前当我读到 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到他 我将这段经文 传给他 告诉他 神不仅是他 小时候的神 乃是直到 如今他长大 甚至以后 年老 法白 神都必宝宝 还世 愿我们敬畏神 跟随神 直到我们年老 法白 直到我们的神 也是直到我们年老 法白 依然爱我们 如我们同在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榜告 亲爱主要说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爱我们 谨学我们 从过去 直到如今 直到我们年老 法白 神你依然爱我们 永不改变 也愿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更深地 在你的爱中 跟随你 敬畏你 并且讲讲美好的福音 分享给许多 未认识你的人 主 因为我们过去 也不认识你 但是却蒙你的恩典 蒙你的拯救 跟拣选 让我们 承着这样的爱 敬畏的心 在你的面前 以愿你的灵 感动我们 充满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 你福音的出口 听我们祷告 奉告 耶稣旧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